营楼门口近期常见到民众排队 要购买黄金 许多营楼纷纷祭出限购 即使已经卖到没有货 民众人争先恐后抢着付款预购 表示一个月后再取货也没关系 越南民众疯狂追涨黄金 每两售价一度逼近新台币12万元 创下历史新高 换算下来更是比国际金价 还高出将近台币2.5万 许多越南民众争论 十年前借了黄金 现在能否用现金还 看越南民众说自己卖地凑钱 都不愿意把黄金还出去 眼见越南金价不断超越国际金价 政府出手降温 越南国家银行两度排卖黄金 向市场投入六千八百两金条 却积极散户斗志下手更猛 上周黄金涨幅高达百分之五点五 相当于银行一年期的存款利率 越南股市更被狠甩在后 不过越南本身就是东南亚地区 黄金消费量最大国家 百分之七十的消费者认为 黄金是安全投资管道 如今还有许多民众表示 再也不进场 每两就要突破一亿越南盾 追高情绪持续在市场蔓延 小新闻又好像却谋斗